Audio Jungle BMUGAB,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,辛巴威反对派领袖班尼特,ROYBENETT17日乘坐的直升机,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山区坠毁,包括班尼特在内的5名乘客遇南,锦衣人生孩,新墨西哥州警方称,班加尼搭乘的直升机,在新墨西哥州坠毁,遇南者包括60岁的班尼特,他55岁的妻子泰瑟, H-E-A-T-H-E-R-B-E-N-N-E-T-T,以及另外三名乘客,警方表示,空南唯一的幸存者,曾拨打911报警,但是却无法说出直升机坠毁的地点,搜救人员在经过紧急搜寻后,终于在雷顿镇RTON,一东十英里的牧场附近,发现了直升机冒出的浓烟,并由此找到飞机残骸和遇南者, Aspi to go 等于 W-I-N-D-O-W-A-B-S-B-Y-G-O-O-G-L-E-PUSH,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,N-A-T-I-O-N-A-L-T-R-A-P-O-R-T-A-P-I-O-N-S-A-F-E-T-Y-B-O-A-R-D表示,正在调查坠机原因, 巴尼特曾在辛巴威反对派领袖崔·范吉兰·M-O-R-G-A-N-T-S-B-A-N-G-I-R-A-I领导的民主改革运动MBC单人财务不长,他也被视作该党最知名的白人领袖, 他最近接受CNN采访时说,他的国家永远不会再由独裁者统治,巴尼特出身农民,并精通修纳于他曾帮住数百村民的孩子缴纳学费,此外,巴尼特还担任过警官,其认真的办事太度为他赢得了社区民众的信任和尊敬,在穆加被政府颇具争议的土地改革中,巴尼特的土地被没收,他随后积极, 投入反对穆加被政府的行列,在2000年新巴威业会选举中,巴尼特成为唯一胜选的白人议员,外界将他形容为杰出的基层政治人物, Aspigo等于Wiado Wadsbygoogle Bush,2009年,民主改革运动决定,加入基础不稳的联合政府,巴尼特被任命维护农业部长,同年2月, 当局以巴尼特曾在数年前资,助推翻穆加被为由逮捕了他,但不久又将他释放,并禁止他担任政府职务,由于担心再次被捕, 巴尼特离开辛巴威,前往南非定居,此后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上比亚和南非的农场种植, 去年11月,在经历异常内部的权力争夺后,穆加被宣布卸任,继任者是辛巴威前副总统,穆南加拉, 本周,穆南加拉承诺将,在5个月后进行自由公平的选举, 辛巴威知名人权律师穆特拉,比特赊斯特称赞巴尼特是真正的爱国者,他,对辛巴威的热情将无人能比, 他说,对于我来说,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那些声称为国家,奋斗的人,却追随,具有毁灭性的政策, 而巴尼特放眼为民众创,造一个更好的国家。